来做他的代言人 来出面做很多事情 那么这因为有些事情呢 毛泽东自己不好出面做 所以他就要别人出来做 出面来做 而这些中央文革就是扮演这么个角色 但中央文革 但是中央文革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事情中央文革自己也不好做 也不好直接出面做 他就要把革命群众推到前头 就要把学生 把大伴派推到前头 所以他就成为这么个关系 就是毛泽东是利用中央文革 为他自己服务 让他中央文革小组 做一些他自己不便于做出的事情 而中央文革呢 又利用群众 利用所谓造反派 做一些他们自己也不好 直接出来做的事情 比如说拿达到刘少席这件事 就很明显了 在文革中间 那么当然 本来是刘少奇不是说 就是是一线吗 毛泽东是二线 那么说搞文革了 毛泽东 刘少奇当然要组织工作 怎么样开展文革 于是他按照惯例 就在各个机关单位 当然主要是大中学校 开展文化大革命 他说在大中学校就派了工作组 这是过去共产党搞运动的惯例 因为你一个运动 如果是整群众 那就用各个单位的党组织 来扮演这个角色 如果你这个运动 本身就要清理 要整顿的就是各个单位的 这些党的领导 那你用谁来整呢 你不可能用这个党组织 本身来整了 比如说你要整一个学校的领导 要整顿一个学校的领导部门 那你就不能让这个学校的 这个书记啊校长 他们书面来整 因为他们正是被整的对象 那么你就要找别的人来 来扮演这个角色 这就是所谓工作组 就从其他单位 叫一些这个干部 工作组 国家人过去搞运动 都是这么干的 六小企业文化革命一开始 也是派工作组 那么这个工作组照例 共产党搞运动的照例 一方面按照这个中央的意思 要清理整顿一些干部 另外呢 免不了 也要就是对你这个单位啊 你这个机关啊 这里头的一些所谓这些 思想反动的人呢 有问题的人呢 进行一番清理 这是都免不了的 另外呢 还要对那种 居然敢和你领导提意见的人 尤其是和工作组提意见的人 加以打压 你要一个工作组来了 比如说一个中学派的工作组 他既然来整顿你学校领导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通常要发动群众 那就等于鼓励大家 对学校领导提意见 以前大家是不敢跟学校领导提意见的 那从反应以来 造成这么种情况 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应党 所以过去啊 一个基层的 哪怕这个 一个生产 一个公社书记呢 一个学校校长呢 那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作为他下面的人 你都不能反对反对他的 反正他都大了反革命的嫌疑 他可以 而一旦搞起运动来 如果这个运动就要整顿的 要整顿的就是你这个单位的领导 那么自然在这个时候 反对单位的领导本身不再是罪 不再是罪过了 所以你看文化革命开始 像中学里头 大家都批判 批判老师 批判校长 批判教导主任 那就是党的号召 工作组的号召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们学校的党领导 就不等于党的化身了 批评他 你的领导不等于反党了 那么这是谁是党的化身呢 那工作组是党的化身 工作组是不能反的 所以而总有些人呢 不知天高地后 要对工作组也提意见 这点不满那点不满 那工作组当然照例 就把你们打成反革命 反动学生 这都是共产党过去搞运动 一贯的惯例 可殊不知呢 这文化革命不一样来个 出了一个出了一个新招 那就是毛泽东突然突发奇想 就发了一篇这个 怕打孙明的大字报 他就宣称 你这个工作组不是我派的 我没有派工作组 工作组不能代表党 要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 然后就说 你工作组 就是压制给你提批评意见的 这些革命师生啊 这些人 你本身就是犯了错误 这么一来工作组 那就搞得会头组脸 就工作组也变成可以反对的 而当年派工作组 既然是刘少奇 主政的时候做的事情 那就把这个战就算了 刘少奇头上 所以到了这个八月 他们开八月 八月十二军全会的时候 刘少奇这些就 权力就受了大大的削减 在党的地位 这个排名 就排到后头去了 但是 我们也现在和我俩也都知道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 很大目的之一 就是要把刘少奇这些人搞倒 那么你说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把刘少奇搞倒了 刘少奇本来都是 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 而以前是双主席 毛泽东是共产党的 中央委会的主席 而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虽然党肯定是高于国家 高于政府 你怎么毛泽东这个主席 要比刘少奇那个主席 更有分量 但是毕竟刘少奇也是主席 那位置相当高的 可是经过 这个所谓炮大司令部 你说刘少奇 那就地位就大大的下降 但是按照党内斗争的规矩 你也只能这样子了 你毛泽东还能把他怎么着呢 你不能把他 你说他 无非就说他犯了重要的严重错误 他也承认错误了 然后扁扁直 你不能把他抓起来 你不能把他杀掉 因为党的斗争 他没这个传统 没这个习惯 那么这个时候 毛泽东想进一步的整刘少奇 他就不能直接直接出面了 他就要讲解群众之首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在比如清华大学 当时原来受压的一派学生 就扩大富质币学生 他们由于后来 毛泽东支持他们造反 得到中央的信任 变得这个 升为大振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 主持 就发起了 对刘少奇啊 包括对刘少奇的 夫人王光美的批判斗争会 而这一点呢 这就是 现在后来我们知道了 当时清华大学 这些革命小建 发动对刘少奇 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批斗会 其实是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的 暗中的这个鼓励暗示 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跟凯大夫他们 私下讲过话 叫他们这么做的 他们本来也不知道 他们可以这么做 可以对堂堂国家主席 对所谓中国第一夫人 可以开批斗户 他们也不知道可以这么做 是中央文革小组 面授记忆 叫他们这么做的 那中央文革小组 他为什么要 要面授记忆 要你学生出来做呢 因为他们之后 他们自己没法组织这种 主持这种批判会 把刘少奇 把刘少奇的夫人拿出来批斗啊 因为你 你既然 你既然是体制 有体制的运作的规矩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 所以这个 毛泽东也想进一步达到刘少奇 他就让中央文革扮演这个角色 而中央文革发现他自己 他也不能直接扮演角色 他就假借群众之首 这是革命群众要斗你 我没有下命令 他们来斗你的 所以中央文革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他就把这个 而这些革命群众的 大量派呢 马上心领身会 知道你中央文革告诉我们的话 其实就是代表伟大理想 毛主席的意思 所以就有恃无恐 这么一来呢 他们就感觉 把你像刘少奇这种大人物 居然就 对他们这个 就进行这种批斗大会 等等等等 那么实际上你跟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为什么要中央文革 他就因为知道 借助于原来 共产党建制 体制的那套机构 他很难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另外 搞了一套班子 由他的亲信所组成 而由这种班子呢 取代 把原来的班 原来的机构架空 使这种班子呢 获得了空间大的权力 而这个班子既然是一种 是你体制 你建制的一个正规的组织 那么有些事情呢 他也不能够那么随心所欲 所以这时候他就需要再假 再假手的群众 让群众做一些事情 你看在66年 这个 快年底的时候了吗 那不是说我看是 当时 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外宾 来 来拜会这个毛泽东 就谈到这个情况 毛泽东就该说 那当然都是刘少奇 已经靠边站了 那别人免不了关心 刘少奇下一步的命运 那会怎么样啊 毛泽东就说 哎呀说 我觉得以后开大会啊 我们党这个刘少奇 还是应该留到 中安委员会嘛 这个中安委员会里 都有些左派右派 应该也有点右派嘛 但是 也就是说 给人感觉 毛泽东搞党内斗争 还是有分寸的 不会因为你过去 犯了一个错误 就把你当成敌人 但是毛泽东 马上补充了一句话 只不过恐怕 这些革命小将不答应啊 他就说白了嘛 他就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不能这么做 这么做是说不过去的 然后他就 以群众不答应为理由 最后让群众起来 来把刘少奇 斗刀斗臭 甚至把他一直迫害致死 然后这些群众之手 不是他要做的 那么这么一来 你看 他就这样子 他就打破了 过去党内斗争那种常规 这样子就使得毛泽东 过去 他过去那么多年 搞党内斗争 毕竟 还不好 把他的对手 就是当成阶级敌人 来进行专政 你包括彭德怀 那个在的之前 也就是贬你的官 那也还不至于 就把你关起来 抓起来 虽然只都就是个软禁状态而已 而且还都担任一定的职务 就是已经官编很多级 但是还都担任一定的职务 那么你现在毛泽东 想把这些人置于死地 而这些人犯了错误 按照你们党内的时候 他也没犯死罪 那就是主张路线上 和你不一样 按照共产党过去斗争的规矩 虽然共产党内斗争 一向十分残酷 但长期以来 他还是多多少有一种传统 不能轻易地 就把你一个党内的 特别高级干部 就把他当成阶级敌人来着 而他现在毛泽东 正想把别人 乃至从肉体消灭掉 那么他就必须要假手于人 这样子他就需要中安文革 而这样子中安文革就需要群众 需要一些这些年轻的学生 来打头阵 来替他们做一些 他们想做又不便于做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文革中 毛泽东中安文革和革命群众 和造反派 他三者之间的关系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情 那么你说起中安文革 我们现在一提起来 都是那么生命狼藉 臭不可闻 特别是江青 大家都反感至极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在文革中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安文革在老外星 心目中很有威信 这就是我谈第三个问题 中安文革一度很受拥戴 为什么很受拥戴 很简单 那就是 首先中安文革 他们就以支持 受压制的 被打成反革命的 这些学生的名义出现的 你想想看 那么这个对于那些 前段时间 无非就是给工作组 或者给学校领导提的意见 就被打成右派学生 打成反革命的那些学生来说 那中安文革讲的是大恩人 是把他们解放出来了 而这种事情呢 在过去17年 就文革之前的17年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文革革命之前的17年 你要为你 因为被你单位的 基层的领导 打成反动 打成反动分子 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 那就一辈子不能翻身 那绝无出头之望 所以在整个乃至于文革初期 很多人被戴上这个反革命 右派学生的帽子 他就自杀了 他因为他就整个一生就完了 他就完全绝望了 他明明知道自己是冤枉的 但是他知道 共产党没这个规矩 没听说把你整错了 还会给你翻案的 不可能的 领导永远是对的 你反而领导了 那你就死定了 可是呢 文化根本最奇怪的 奇特的一点 就是中间 居然出现了一个 被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他也是文革的一个亲历者 用他的话来说 就毛泽东 打出了 走了一步险棋 就打出了人权牌 他居然 当然这个和人权 还是不完全一样了 当然意思就是 他居然破天荒的 支持那些 被你们的当地的 乃至于一些很高级的 共产党领导 打成反革命 打成右派的那些平反 说你这些领导 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是错的 你这是对他们实际资产 你这就专政 上纲上线上的很厉害的 而抢了这些给你提解的人 他们才是革命派 这你想想看 那对于当时 被打成反动学生 打成右派学生来说 那简直是大喜过望 他们想都想不到 还会这个样子 所以当时他对毛泽东 对中文是感激涕零 这中间也包括另外一些人 包括像我们这种人呢 我们这种人因为就是出身不好啊 还有一些人有些历史问题了 年纪大点人 那运动一来赵丽是挨扔的对象 现在一来要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说前段时间对我们的打压 都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我们是革命群众 我们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不能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 不能把我们打成右派的 那你想我们当然也都很感激了 我们觉得那个毛泽东 那真是啊 当时的就是革命方知北京进 造反被决于主席心 就是你如果你当时参与了 批评学校领导 批评工作组 因而被学校领导 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 打成右派 那么你本来已经陷入绝望了 这个时候呢 最高领导伸出手来了 他出来说你们是对的 他们是错的 那么这个是真是当时那些受压的人 包括像我们这不一定是给工作组提过意见 仅仅因为出身不好 运动以来赵丽就挨整 这些人都得到解放 全部都得到了解放 而这个解放呢 就是由伟大领导 他自己出的手 那么中央文革在这里 是扮上最重要的角色 中央文革的人走哪去 就是替这种前阶段受压制的 所谓少数派撑腰 那么他们本来这些人 你像凯大夫 本来就是给他们学校工作组提意见 就打成右派学生 组织的这个 没安没了的批斗会 那当时很多学生就自杀了 就受不了嘛 这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 人家中央就跑来支持你来了 那么本来那么像这种学生 原来由于上 被上级打成右派 打成反革命 现有一种空间决力 空间孤立 那么一种悲惨的境地 现在有了最高领袖的撑腰 一下子地位就是 就完全发生极大的变化 原来反对你的人 现在纷纷倒戈 赶快来支持你 因为他们看这是伟大领袖支持的 这是毛主席支持的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 那么赶快站队站过来 原来整你的那些人呢 原来似乎都是党的化身 正统的化身 现在结果 居然是他们错了 你才是对的了 这个是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 所以当时大家这就在那里想 装个非常得人心 尤其是得那些所谓受压制的人的 那些群众的人心 包括当时那些出身不好的 有历史问题的 因此遭到 总统歧视 总统压迫那些人 非常得他们的拥护 他们当时中央文革小权威这么大 那其实 秘诀就在于这一边 就在他们出手的时候 就是以支持 受压制的群众的名义 出场的 因为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身份 他们一旦说 你们是对的 你们是革命小将 你们是革命群众 然后把原来整你们那些人 说他们是错的 这么一来 你想那些被整的人 大部分老百姓 当然对中央文革就倍身好感 所以他们当时就有这么大的 得到这么大的支持 这里尤其有个插曲 就是所谓红二代 我们知道文革初期 红卫兵就是一些红二代 就是干部子弟 他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组织 那因为他们这个共产党统织底下 哪行自己成立组织 所以当时校方 一旦知道他们自己成立组织 马上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可是这批人都是干部子弟 他们就根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你不是开玩笑吗 对不对 因为这点干部子弟 和一般群众子弟就不一样 一般老百姓子弟 平民子弟 哪怕你出人好 哪怕你是工人是农民 你还是知道 哪怕你很拥护当时的共产党领导 你口头上你认为你是 觉得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 无比伟大光荣正确 但是经验还是告诉你 在这个体制之下 是很容易出演讲错案的 有时候党 有时候你明明不是反党 党就说你是反党 那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害怕 被领导打成反动 打成反革命 都怕 因为都知道 我虽然我不是反动 我不是反革命 但是你要上头 要给我按这个罪名 我是一点没办法 可是呢 那干部子弟不这么想 干部子弟 当然这个天下 就是我们的天下呀 那我们当然天生就是革命的 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开玩笑 所以他们有一点就是 早期红业兵之后那么胆大 居然敢 自己成立组织 而在这个 在文革之前的17年 是最大的忌讳 是最大的一个禁区 是绝不能碰的 他们居然敢这么做 就因为他们是干部子弟 他们相信自己不是反革命 同时他们也相信 没有人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我们 你能说我们是反革命 那不笑话吗 特别有些父母的级别很高 他们更觉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绝对不可能的事 所以当时他们得适的说 那飞扬跋扈 打击其他同学老师 那是那个手段是极其残忍 可是到后来 你看 因为文化革命 说到头来就是本来就要整他们的父母 就是要整顿 包括他们父母在内的那些老干部 那么这么一来 这些老红卫兵就不高兴了 而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对这个文革就很不满了 而当时中央这些人呢 他们本来是支持这个红卫兵的 老红卫兵的 这时候他们也从支持改成反对 也对他们打压 当年的那些老红卫兵那些人 包括很多高干子弟 级别很高的都是那子弟 甚至于就是 因为而那些人呢 有恃无恐 觉得你 你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那不是开玩笑吗 根本不在乎 根本不把你这个放在眼里 所以还有过他们几次冲击公安部 这么一件事 你说除了他们这红 这红二代谁敢冲击公安部啊 但公安部居然就把他们全抓起来 而且把他们组织就打成反革命 反动组织 就把他们关起来 你看这个在一般平民子弟看起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有想到那些 黄金国戚那些这个红二代的人 原来他们的非常跋扈 大家就很不满了 但是大家都惹不起他们呀 他们你还能把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是这个政府 这个政权的嫡系的子 嫡系的部队啊 结果哎 现在看起来怪了 居然中央把他们当作敌对势力了 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把他们宣布为反动组织了 那那些人那个幸灾乐祸 那种痛快 高兴得不得了啊 而在这时候呢 像江青那一起的作用就很大啊 江青他就批评过这些 红二代那些子弟 因为他们不是自己长生自己出身好吗 不是鼓着什么血从论吗 江青就说什么血从高贵 什么东西 这话就江青敢说呀 毛的夫人呢 那由毛的夫人说这个话 那对这些红二代那种打击之大 你可以想念 你可以想念的 要是别人他们不放在眼里 你江青是毛的夫人 那这话下对他们就根本都没法抵挡 所以当时他们那是真头疼 而这种话传到一般平民子弟那来 就很痛快 觉得特别大快人心 而这种话也觉得 就是在江青说 他那个身份说 你们的红二代在他面前 那个是根本就 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江青 包括江青现在名声这么臭 在当时是很受这些平民子弟 所谓造反派的支持的 很受他们支持的 当然那些红二代 对江青也特别不满意 跟这有关系 后来不是这些红二代 他们搞个礼 先是他们的组织被解散了 然后他们自己就成了个联动 成联动呢 又被中央打成反动组织 其中的一些头头们 还给抓起来了 当然毕竟是自家人子弟 你想他们抓起来了 他们老爹老妈的也不干了 虽然老爹老妈也在批斗 那他们通过内部的方式 也像你毛这些施加压力 说怎么把我们孩子都抓起来了 我们孩子都成反革命了 那还得了啊 对不对 那当然那些毛抓他们 那也是无奈 因为他们太嚣张 因为他们不知道进退 本来要整这些干部 你们就 就 就 就悄悄的 就认了吧 你们还说跳出来反对 那你们也想抓 别以为你们是 红二代我中央就不敢动 你们一样动 但是他毕竟是他们自己红二代啊 所以最后 把这些联动 这些头头们 没招多久 那些都放了 那个放的时候呢 什么周恩来啊 陈伯达呀 江青 这都去了 他们讲了话 周恩来也说 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说就是不能不教而住 就是还是要教育你们 当然放手 当然也是灰溜溜溜的了 不是凯旋归来 也就是你们是犯了错误的 你们得认这个错 那出于教育 帮助你们 所以你们还是把你们放出来 那这些话呢 也好玩的很 他们就 江青也讲话 他们对江青特别不满 他们就当着江青的面子 就唱什么呢 唱毛泽东那首词 爹莲花 我是交洋军石柳 就是毛泽东怀念 他的王妻 杨甘惠那首歌 那首词 就跪唱给江青特别 就说我们怀念 毛泽东那个夫人 这当时让杰青很恶心了 但是杰青也答他 也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你可以看 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这么个关系 你看 当时那一高岸子弟 很多就是受了很大的冲击 包括你看我们四川的 四川当时 这个西南局第一书记 叫李景全 他原来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成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被称为西南王 在大跃进中间呢 他是搞虚报 搞 搞这个吹牛拍马 就是 做得非常过分 等到四川闹了大饥荒 他还要给 向中央 多交粮食 因此四川天赋之国 之所以成为大饥荒的重灾区 和李景全本人 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文化革命以来呢 李景全本人也成为冲击的对象 那么李景全那几个儿子 都是 那当然都是高干子 都念中心念大学呢 好多都在北京念书了 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李明星 就在当时北航念书 李明星 当然你想 他运动初期 作为洪无类 又是父母又是高干 所以当然也是最初的 红野兵的头头 后来呢 他们这批人被毛泽东 就是被抛弃了 那当然那些平民子弟 又起来造反了 他们就非常不服气 李明星就提了张大字报 题目就叫炮打 或者就省略号 炮打起来不说 他意思 但是你看他文章 就是质问 提出几套问题 一个问题就说 现在说刘少奇 当年派工作组是错的 可是 刘少奇当年派工作组的时候 谁谁谁是答应了的呀 那谁就指的毛泽东嘛 他那些就很清楚 本来就是毛泽东 出尔反尔嘛 这件事 但是 他就把这事 给点破 说 那你想想 那些别的平民子 那壮派 那看这话 你不是 好家伙 你依然敢炮打 伟大理性 毛主席 你这么猖狂 就把痛打一顿 就把他打死了 你看 当时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点上呢 毛泽东是充分利用了 一般的民众 对其他的各层官员的不满 因为那些官员 本来就仗势 仗势欺人 欺人 以示压人 在群众本来就很不满 那毛泽东呢 以知识造反为名 呼吁 就号召这些群众 起来造这些各级领导干部的反 这样子就使得 尤其是使那些前阶段 被领导干部 各级领导们打成反动 打成右派学生的 那些人呢 就感到就是 毛泽东 中央风格 是他们的救星 是他们的救命 是救他命的人 是给他们撑腰做主的人 因此呢 就变得 对毛泽东 特别忠诚 特别愿意为他效力 当时的口号就是 党中央为我们撑腰 我们为党中央 话怎么说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党中央 你替我们撑腰了 我们当然要跟你 到现在赶上火海赶闯 跟着你闹革命 所以在那段时间 文化革命的时候 这个中央文泽 就是特别受 一般群众的欢迎 主要说那些 包括 受 死前 受 由于被当权派 受起当权派 打成反动 打成右派学生 打成黑武的那些人 尤其是得到他们的拥护 曾经一度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现在你看 参加个文革的一些人 他们讲起当年造反 的那段历史 都还是很惊惊乐道 那他们口中的文革和 现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 想要文革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其中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么一段 这个是共产党历史中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过去到搞 中共产党搞运动 永远是领导整群众嘛 对不对 永远是这个样子 而这种文化更衣出息呢 也是领导整群众 可中间来了个插曲 来了个剧情大逆转 毛泽东居然支持下面的人民 反对各级的领导干部 各级领导干部 反而被送上了审判台 挨披斗 以前都是他们披斗别人了 现在他们成了披斗的对象 所以你看文化革命那些做法 那都是跟上他们 这些领导学的 叫人家挂黑牌子 站在台上 低着头等等 都是过去共产党搞运动 本来就这么搞的 现在只不过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让这些整人起家了 这么一些共产党官员们 自己成了被整的对象 那就这些文化革命 曾经一度出现了这么一个 特别奇怪的 这么一段历史 那就毛泽东一度 支持下面的群众 起来造各级干部的反 那也正因为他摆出这么一个 眼前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 毛泽东 他不再是共产党这个庞大的 这个官僚机器的首席代表 反而成了民众的代言人 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成了这么一个角色了 因此在这段时间之内 毛本人 包括他的得力助手 中安文革 是深得人心 当后来 当然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别的变化 所以原来在那段时间内 曾经一度对毛泽东 感激涕零 对中安文革 尤其是对江青 那么佩服 那么敬重的那些人 又纷纷又改变了 又再次改变了态度 改变了立场 这就是后话了 但至少有段时间 中安文革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在这启动到江青 当然是他的地位特殊 他是毛泽东的夫人 另外还有其他 包括什么王立 官丰 启本宇 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当时那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红 也就是他们文革起那么大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 在文化革命起那么大作用 不单单是一开始 毛泽东赋予他们这么一种权力 使他们取代了党的传统的那些机构 而也在他们扮演 曾经一度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也就是曾经一度 得到了民众 相当一大批民众的 真心的拥戴 所以使他们就势力 在政场有极大的影响力 当然这里 群众的拥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可以进一步的解说 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 我这个就不 就不带戏谈 它有这么个过程 中央文革小组 包括江青 曾经一度 在很多人心目中 是很受拥护的 这是毫无 确实有这么段经历 那么下面第四个问题 就江青的一句话 这是文革之前 还没有办法之前 江青找到王光美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讲 他就说 因为他那个 他本来江青 四十四九年之后 江青基本上